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Albert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 身為一個男同志 很少很少很少 有機會可以進到女僕店 我不是說男同志不能去女僕店 當然可以去 但是以我這種男同志 應該很少進去女僕店吧 我們今天就要來體驗 進到女僕店呢 會享受到怎麼樣的待遇 怎麼樣的服務 那進到女僕店 我當然不可能就穿這樣進去 所以我今天要來換一套裝扮 來囉 準備好囉 嘿 我今天是迪士尼的壞王子 漢斯王子 Love is an open door 我們今天就要穿這個樣子 進去我們女僕餐廳 希望等一下不會被女僕討厭 那我們事不宜遲呢 我們就往裡面移動囉 Let's go Amalé 在阿拉丁文為愛的意思 以各式各樣的愛為出發點來推廣女僕文化 女僕咖啡廳給人的印象大多為餐點普通 以銷售服務為主 非喜愛二次元的客人 就不會選擇進入 Amalé 打破一般人對女僕咖啡廳的印象 除了服務品質 對餐點也有所堅持 以餐點精緻美味 明亮的裝潢風格深受眾人喜愛 讓非二次元的客人們 也都能輕鬆享用用餐時光 現在已經進到女僕店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自己要這麼安靜 因為我心裡特別緊張 嗨 妳好 哈囉 主人一位嗎 一位 那這邊幫我手部消毒一下喔 OK 好的 他們連那個耶 消毒機都有名字 他就都沒路 就是不小心跌上去了 歡迎主人回來 歡迎主人回來 可以幫我們開會喔 好的 主人住這裡 哈哈哈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哈哈哈 菜筆子給你的 哈哈哈 開玩笑的開玩笑 主人坐這裡 好的 我坐了 這邊是菜單 好的 然後稍等幫你搜尋上來喔 嗯 主人要幫你唸嗎 可以唸給我聽嗎 從前從前 我們不要開玩笑 我們讓真正的女僕來教我們 就是進到女僕店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好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迎接我們真正的女僕 來幫我們介紹我們的菜單 哈囉 幫你餵送水 謝謝 耶 你的聲音好好聽喔 我的天啊 他聲音超好聽的 在這邊幫主人介紹一下菜單 好啊 就是我們這邊是主餐的部分 我們有鍋燒一面 咖哩飯 惡發黑 還有義大利麵 咖哩飯的話 如果點餐的話 我們會用番茄醬在上面畫畫 就是看主人想要什麼角色什麼圖案 我們盡量可以畫上去 然後我們可以搭配我們的套餐 還有炸物 然後後面還有輕食飲料 飲料的話可以推薦喝特調 喜歡什麼顏色的話就可以點 然後如果是女僕特調的話 就是女僕的心情為主 現在裡面是加他們特殊的魔法 就會有不同的顏色 他講話 也是有魔法的喔 他講話完全有魔法耶 這個女僕跟你剛剛的女僕 感覺上有什麼差距 我是覺得齁 很累耶 就是要一直維持在 就是很可愛很可愛的力量 那個能量要維持 所以其實蠻困難的 尤其是那你前一天真的不能喝酒 前幾天剛好就是兩三個表演接在一起 然後就是聲音好像有點大雅調 所以現在女生聲音有點出不來 果然就是沒辦法這樣 喂 就有一點沙啞 那你示範一下 你在果然裡面都怎麼跟人家聊天 喂 嗯 現在很想睡覺 想要換飯 哈哈哈哈 好的我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女僕店的起源 所以現在大概提及女僕 一般人的印象大概就是超越在 大概超越90年代在ACG文化中 結合了萌的元素 然後並穿上代表女僕的衣服 所出現的樣貌 然後結合一些日本當地文化風情 然後衍生出了 跟客人互動的 比如說禮數或是特別遊戲 女僕咖啡店可以又叫做女僕餐廳 跳脫單純的職業 就是二次元的幻想 許多研究者呢 並以不同的角度來分析這個文化 從角色的服裝啊 像Cosplay啊 或是店員打扮成女僕服務生啊 在特別日的時候 戴上一些比如像兔耳朵 或是貓耳朵的一些頭飾 女僕與客人的互動 就是有一種就是在 角色扮演的演出的感覺 我這樣講應該沒有錯嘛 經紀人是一個女僕店的 哈哈哈 知識童 從角色的特性來看 我剛才聽來說 還有說主人歡迎你回來 他就是聽取一些主人的命令 讓就是這個主人呢 可以得到一種滿足 跟依賴的情感在上面 從文化的場景上來看呢 女僕餐廳是除了 可以滿足主人 獲得心靈歸屬地方的感覺之外 女僕店也是集體建立情感 累積這種次文化中的名氣啊 地位影響力的一個文床 從商業的特質來看呢 女僕餐廳是一種 輸入次文化的商業活動 並結合在地的文化 透過女僕文化中的 萌的美學呢 提供一些動漫主題的風情 這個樣子 我覺得還有一個其實是 需要補述的 就是其實在 女僕跟那個主人之間 他們是 就是其實是 還是有很多禮貌在的 就是主人啊 不會也不應該就是 碰觸念國 對 不能去碰 隨便觸碰的 不會是說你想怎麼樣 就怎麼樣 各位主人 你不要以為你想怎樣 就是怎樣 我那個女僕的那個守護女神 他就貓了 小優要出來 小優要出來 小優是告訴你啊 我可以放一個小優的影片 主人 你點餐點 來囉 但是在吃之前 要先幫你洗魔法 吃乾 吃乾 還要開始暴露 開灌氣囉 小優會好好處罰你 對我們女僕好想告訴你 真的嗎 小優會給你那個叫什麼 開灌氣魔法 對 是乾淨的 整個字還是會震 所以來女僕店呢 你千萬不要隨便的去碰觸人家 然後就是你要來之前 你稍微的去了解一下 人家的文化是什麼 女僕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也會符合就是 角色 邏輯 他不會很片面的 不是大家清一色排開 都是 指示服務 每一個女僕都會有自己的屬性 有些主人會比較喜歡傲嬌的啦 然後有些可能是比較喜歡 萌繫或天然的 每一個都不一樣 你也像在女僕店打工耶 拜託幾年好不好 好處的 所以 對 因為我七年了 卡在中間 要進去 要進去不進去 剛剛我們就是在那個消毒機那邊看到 上面寫了 梅露 梅露的名字 然後 這連 消毒機都名字 好可愛喔 你結果沒 梅露切是我們這邊女僕的名字 這才是梅露 喔喔 那你不好我們把他的姓名切起來 他直接爆紅 他是消毒機 消毒機系女僕 這才是梅露本人 這才是梅露 好漂亮喔 剛剛那個 阿姆露的 staff 公們講說呢 在這個地方 他們有一個主題就是 他們的守護神 叫做姑姑守護神 是一隻貓頭衣 很可愛的貓頭衣 然後這邊呢 就是女僕們都會代表著一種動物 那你的動物是 梅露通話是狗狗 這是 往往的往的狗狗 好可愛喔 我一直被心臟爆擊耶 那也要 那也要 撐住 蛤 那我 我要是六角熔牛 哈哈哈 這間店的貓頭鷹 有一個名字 他叫媽媽 你在這邊店進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有很多的貓頭鷹的素材 好像喔 天啊 好沒禮貌 你很像 你的腳樓 下面不准你給我留言 什麼還穿了這樣 超美的 超美的 Waku Waku Yay 現在就來試試看這個 A-ma-le-特條 Yay 我一開始以為女僕店的餐飲 我們就服食店 但是那飲料其實是好喝的喔 什麼是隨便的飲料 這一杯是 W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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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的意思 Waku Waku 是開心的意思 看起來 它是以前好漂亮喔 很讚 你先喝喝看它的哇哭哇哭 草莓 而且它是有果粒的 果粒草莓 而且很香 好喝好喝 是很香的 哇哭哇哭 給你一個讚 它的郭少藝麵就真的是很傳統的那種郭少藝麵 上輪送餐 這個是女僕 這條 真的好棒 這邊也太漂亮了吧 對啊 這是我們廚房的女僕精心用魔法測試的測條 這邊是女僕測條 超級有的夢幻 超漂亮 而且上面還有棉花糖感的 超好吃的 寶福在日本耶這個顏色 女僕特調好像它會依照當天的女僕的心情跟狀態 就有不一樣 所以不一定每一次都是同一個樣子 這黃色粉紅色是你的頭髮的顏色 欸對耶 我本來是榮圓特調 目前為止到這邊我都覺得飲料是合格的 因為我以前想像的女僕店是 可能就是重點在於女僕三點婆婆 然後沒想到這邊是好喝的 沒有看過女僕店有剝燒一面吧 いただきます 這個我可以吃兩碗 太好吃了吧 沒有開玩笑的 要很多耶 阿媽咧的餐點合格耶 我對女僕店的想像喔 是真的很好吃 是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的湯頭是有調味過 不是那種很清湯掛命的那種 它連這邊壓衛生紙的指證 都是他們的守護神貓頭衣 大禮飯 終於出來了 先給你們看看它的原樣 我先在上面寫上我們店名的名字 你若寫了之後有點醜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然後它的大大的眼睛 那今天因為我們的女僕是小花嘛 那我就畫一些花花在旁邊 好厲害的 這就是我們花花的 又角龍圓 又角龍圓 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我們的咖哩粉絲魔法 那我們的魔法先分為乳酪的版本 然後等一下再來一個奶油的版本 兩個特別版還沒有用過 沒有錯 初次披露 那米露的是正常女僕店會比較常出現的版本 把手機給我一下 奧奧 奧奧 奧奧奧 奧奧奧 奧奧奧奧 奧奧奧奧 上班不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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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不苦碌 薪水準時路 荷包不苦苦 好吃熟那勒 高雄發大財 耶 吃了之後就會發大財了 相信大家應該也知道我平常是一個魔女 所以在使用我的好吃魔法之前呢 這個會比較難 沒關係 就是高階的魔法 大家用看的就可以囉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在吃飯前看這個影片 這樣的話我的那個魔法 就可以設計你的飯裡面喔 忘了吃你的天命的力量 請示範 讓我感覺到你的意義 哇 要命 愛死了 愛死了 我愛死了 愛死了 你這樣娃娃都好嚴重喔 你看看那個 我愛死了 愛死了 愛死了 歡迎跟我們一起上班 我們在尋找可愛的妹子 一起跟我們做好吃魔法 那如果你是可愛的男人也可以來喔 對 好的 今天呢就是我們來這個 阿媽雷女僕餐廳的一個體驗 你覺得如何 因為其實我一直也很想要 可以來女僕咖啡廳吃飯 但是就是沒有機會 而且也會擔心就是 會不會 我會怕不好吃 我也是會怕不好吃的人 但是這間阿媽雷的餐 是真的很好吃 餐點是好吃的 而且價位我覺得也很OK 一道主餐大概是150 180到300塊不等 然後看你是吃什麼樣的餐點 歡迎大家來阿媽雷吃飯 真的好吃 多訂閱 然後可以多嘗來阿媽雷 說不定哪一天 你就可以嘗來六角圓圓圓的魔法喔 哇哇哇哇 那我們今天謝謝就是我們的米洛耐流 謝謝 掰掰